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公子波马节目 天寒地冻 又抗疫又盛盛一流在家里 再跑多点马 希望可以帮大家赢钱 上一次提供了四只马 幸运地有两只Vin出来 第一只Vin那只就是年年行运 最后竟然是落飞落到七倍去跑 就是起出望外 另一只就是张王 成功刀了1.4倍的金枪六十大烟门 我稍后也会讲讲 首先讲讲上一次赛事资料的记载 第一场马我提供了柏林探戈 直路打下去就完全是 我想潘顿也是尽力的 但这只马也是没什么了道 最后被那只路路省轻绑 临场有飞的马也是赢得合理 柏林探戈连赢都没有 也有点害怕 怕那天潘顿不开工 谁知道第二场已经赢了一只十倍的包装必胜了 第二场的包装必胜也是 就是潘顿和呂建威的合作 今个星期三的赛事也有相同的合作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第三场我没有提供 就是跑国际一级赛 就是呂昂银欣纪纪念 跑最后就由这只福日去胜出 夏威夷就很惨 被薛恩那只显森星硬堵塞死 最重要的是显森星堵塞死之后 自己都不太冲 很奇怪的一件事 跑福日 夏威夷就塞死了这场 但问题是这只马也是身体较弱的马 今次这个机会没了下一次 不知道会怎样呢 好了 接着就去到这个大陆场 我们提供年年行运 潘顿的曼氏之江背飞 背好那些飞 最后年年行运就不断地回不断地回 那临场竟然有七倍 真是起出望外 接着就到第八场 我提供这个帐王 成功了 赢得很漂亮 但是金枪六十的跑法也是有问题的 一开始两只马都留在尾上 去到直路 你看看拿位 一个就是拿外档 何宅瑤 其实金枪六十拿外档 另一个就是薛恩 在内档拿位 我想何宅瑤也是怕塞 但是问题是 最后连九寶也冲不过跑第三 金枪六十的气势是否弱了呢 我不知道 但是他跑回1600米 应该是比较好一点 就是2000米是问随少少 也要多谢金枪六十 卖了1.4倍 令到帐王有6点 退到最后6.5倍 是会赢的 很开心 那天也很开心的 希望会中到第三关 就是希望第九场的总理 看回总理 那都是很... 那些票都很迟 我打算还有机会入PACE 收回一些钱 但是你看到他一开门的时候 就和那个旭日星 两只都是放在尾上 我不知道总理是否不适合跑泥地 不适合跑泥地 总之两只都没有影 最后就爆了今季最惊天动地的一次大冷门 跑天人合一 还有那个... 飞将和九龙神区 爆到妈妈都不认得 大不足辱 没办法了 结果只有两分 那天星期日的最后那一场 就跑这个... 进益线 也是有一个最近的trend 潘顿有飞去审集成 或者潘顿有飞去审集成 那大家都看到这个trend 如果你那天用这两个口诀 潘顿有飞要审集成 潘顿有飞要审集成 那天星期日都收拾了三四分 希望会帮到大家 其他一件事是看到的 就是最近的尾场赛事 那些落飞马都是不行的 通常都是由一些隔夜摆好飞 或者孖寶飞有重射的马 盛出 之前有聪明导弹 今次也有尽益线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尾场真的不要太信落飞党的马 那上次的总结是这么多 希望金枪六十可以继续 我又不觉得是很差的 因为毕竟今次香港金杯也是跑二千米 我想二千米不是他适合的跑法 那何宅尔你说有没有骑错 有很多人说他是骑错 但是我想他也是不想塞 要回外档去冲 就是这类的赛事 应该就没有什么做马的情况 大家都全力以赴 因为奖金都很高 希望金冲六十在之后的日子 才可以跑回去适合的路程 我想马主的意思 都是想去征占多一季 那破香港 投马最多数目的纪录 希望他可以做到 不过那些马都是 毕竟都是马 就是马 不可以太过 长年累月都保持到状态这么好的 那大家稍等了 好了 明天就是跑星期三的夜马赛事快慧谷 那由上演九场草地赛事 跑道就是斯嘉山跑道 那这次也是跑马地百万挑战杯的最后一回 大家要留意了 这次是季内第六次使用斯嘉山跑道 很简单的 全部都是来内档 上一次使用是1月26日 当日九场头马之中 只有电路七号一只马是排十档起步 其余八匹都是排六档以内起步 即是内档马是占了绝大优势 在一个斯嘉山跑道里面 大家要留意了 虽然我今次提供的 都有提供六档以外的马 那要换回赔才很薄 那跑法方面 上一次的斯嘉山跑道 九场头马之中 只有友谊之佳 机缘巧合两只马是后追跑法 其余七场头马都是跟前或者放头跑法 那也就是说斯嘉山跑道 就是大理跟前的马匹 那都是一贯的斯嘉山跑道的特色 那还有一件事 斯嘉山跑道赢马最多的联马斯 是吕建威 和罗富全各赢了七场 那明晚大家都留意了 尤其是罗富全最近的气势都很盛 现在trap一声 就差不多都追过了他的师傅 那看下今季可不可以 就是如我所说 罗富全会是今季的联马斯半军 我想他是想的 那骑斯方面 暂时赢得最多的马就是潘顿 那来近的星期三也都不用说了 又是潘顿 是啊 那斯嘉山跑道 潘顿就赢了十场 那就是斯嘉山跑道很讲求 开头你拿的位 那我想潘顿如果有心机 把一只马在开头拿的位 我想他是香港一级高手 我说过 就是潘顿想赢的马 就真的会可以的 哈哈 不想赢就另一回事了 那停赛的骑斯有莫雷拉 那 那 还有黄俊 那就看一看了 除了 潘顿赢了斯嘉山跑道的赛事十场之外 还有一个骑士要赢多少的 就是 赛明啸 那一共赢了五场 明晚都可以留意一下赛明啸的马 好了 我们快点了 那介绍我明天的几只心水 那第一只心水 我介绍第一场的四毫马兄弟友营 这一刻他是大热门来的 他说他的赔率是2.9倍 那对上三次 无论是跑田草 跑谷草 或者跑泥地都好 都做到最快的末段时间 那 就这次就爬了二档 那我想这只马也是想 呃 赢的了 就是要交代的时候 把潘顿上去 那守着个好位先 那 不只要不留得太后 去到过了足球会 落斜 踩油 我想以潘顿的骑法 如果他肯认真搞的 这只马这次应该是交代到的 我首先要了一只热门 第一场的兄弟友营 那第二只呢 我要第三场的 美之妙 那上一次386场次 跑田草千四 那沿途守着条篮 在转弯的时候 出面的马走 但是他在里面就走不到 搞到直路呢 居然是 在12位里面 但是之后做出全场最快的末段 追回第二 那场马赢得很 就是那个第二是 很漂亮很漂亮 那这次由莫丹尼 就换了周信乐 那就提升了个 级数啦 那我想会好很多 那因为现在临场的热门呢 就是这个 何宅耀奇 戴卫希斯的E倍 那E倍 大家都知道是一只很强的马 那我们要回美之妙 现在的赔率有8.8倍 那我 但就排八档起步 那也不符合C加3的数据 不过看一下 周信乐 会不会 发挥这只马 发挥得好 我也是想介绍一些赔率给大家 那我第二只马呢 我就有一只比较冷的马 就是美之妙 明天应该 都不会走得到的 8.9倍 那大家可以试试 好 第三只我提供的马 也是南蛮来的 那就是第四场 10号马 旋里多彩 那大家心目中旋里多彩 都是一只泥地马 不过其实不是的 就是泥地又会跑 草地又会跑 性能都挺广泛 上季的739场次 亦都是草地四班 12米是跑第四 那今季的334场次呢 亦都是草地四班 12米同样得第四 那两次都是耿颈四 那也都说回这只马 自从前年9月52分赢了之后呢 再跑13场 都是入过一次位置 那麽多而已 现在不断减分减分 其实减分的幅度都挺慢的 那现在才减到来42分 亦都是船里多彩 这只马评分的新低 那前一场334场次 配球一件事 采用这个放投跑法 那一路都想放回来 但最后几步挺不住 输给的马是有主意 辣德嬌和宝贝尔 大家都知道了 有主意和辣德嬌呢 之后都保重 都会赢马的了 好 随于石 今季实在令我很失望 现在的投马数字都是 未过十场 那我想他都会用船里波彩 那今次配上波件士 那档位也都不好 九档 但是如果肯放的 我想追多一次 那因为一只马鱼肯放的 因为他现在的赔率实在太可观了 因为目前船里多彩的赔率 就有十五倍 那换回一个赔率 大家可以试一试船里多彩 那我想拖的马有三号 四号和十二号 分别在董大 渺渺精彩 和马功臣 那马功臣 由巴道上去 看看可不可以由重变龙 那我这场马就提供 这个船里多彩 都是一只冷门来的 那明天都应该不会落飞的 都有十倍玩的 大家可以少住移情 好了 最后一场我提供的就是顺序下去第五场 就是我提供了三四五场 美之妙船里多彩 和这场的精选威 那大家去买一下 十元马步玩一下 买两条 我提供第五场一号马的精选威 那出赛三次 win了一次 呂建威 潘顿我说过了 之前已经赢了这个包装必成十倍 今次又配回同一个组合 那目前这个精选威是有赔率的 有五点九倍 那前一次三百三十场次 那谷草一千米 何宅尧就赢得相当精彩 连跑第四的风雷殿之后都保重 也都大胜 那上一次三百七十二场次 何宅尧直路的时候 拿位很古怪的 我觉得他是特意走进来 走进来兰室 于是换人 那今次换潘顿 潘顿不用让他客气 那如果他今次骑得好 赢了 以后就是他的助骑 那现在有六点... 落个飞了 现在的赔率是五点九倍 我刚刚写的时候是六点八倍 就是落个飞 大家可以试一试 那不算太乏味 那又是潘顿剧 那我自己有三个马会拖的 分别是电路七号 开心好友 和九号马的美虾驴 目前虾驴是五倍的大烟门 五倍的大烟门 你都知道这场马力非常均勻 我经常觉得有个很特别的情况 通常呢 一场赛事很均勻的时候 就不妨买潘顿 就是很弱智的买法 但是很多时候都可以 就好像那天星期日第二场 很均勻 那买了潘顿 就赢了十倍 包装必成 那大家试一下潘顿和李健威的组合 那我第四只介绍的马就是精选威 那我重复我四只介绍的马先 那第一只是大烟门兄弟有型 第二只是目前有八点多倍的 美之苗第三场十号马 那第三只呢 就是冷门来的 第四场十号船里多彩 最下一只呢 就是第五场一号马的精选威 那除了第一只 兄弟有型之外 其他三只都是有赔率的 那希望明天大家试试 我的投资策略就是 买住四川十五 买百五元 那希望有两只Vin三的Vin 另外就会买回一条四川五的位置 那买二十元鸡 那倒一百元下去 那试试 因为明天那些马 因为有赔率 那些位置应该挺好分的 好了 那进入三宝场次 那三宝呢 那今次我会 选多一点点马给大家参考 那希望大家不要嫌我选得多了 那第三号头冠第七场 我第一只要升旭王者 那升旭王者目前赔率是9.6倍 那韦达最近欺西而鸿 加上这只 在韦达马房来说 都算是一只正气马 你知道韦达那些东西 上一档落一段 很有趣的 那今次三档 放下巴道上去 那大家可以看看 那同场也都有 潘顿作为大热门的穿甲婴 那有潘顿 就试试巴道 那我第一只要升旭王者 第二只我要回二号马的晋马风彩 那已经连赢了两场了 那胜在跑法 实而不华 那每次守好位 入直路过几只马上来 那对他来说不是一件难事 那跑五次菊草同程 三个边一个第二 入乞乞是八成 那怎可以不要呢 那第二只要回这个晋马风彩 第三只我要回大热门 既然要得巴道 那就要回潘顿 川甲婴 那... 川甲婴之前是莫来拉的 那堵塞死了 今次是换潘顿上去 可以上相同的概念 潘顿跑回莫来拉 是现在赢不到的马 这应该是好表现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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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这场 我就是要三只马 要星耀王者 川甲婴 呢... 那... 第八场呢 我第一只马要的是超好日子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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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了田草一班的1400米何年杯 照贏 巴道 騎乖 騎乖 目前是次熱門4.2倍 同場的大熱門就是美麗同享 潘頓 審集成 不用說了 兩隻都要了 一隻美麗同享 一隻超好日子 買WIN大家留意一下 有潘頓就開巴道 可能明天巴道熱 因為超好日子也是一隻很好的機會 大家可以試一試 第三隻我要的馬就是 寬一福星 不用說了 巴道去了跑超好日子 這次寬一福星換了何宅堯 前一場312場次跑谷草千八米三級賽一月杯 都能夠追一隻超級軍團 超級軍團大家知道是什麼馬 雖然剛剛跑香港金杯就贏不了 但是也證明了寬一福星的級數 這場我要三隻馬是 寬一福星 美麗同享和超好日子 寬一福星現在的賠率是22倍 其實絕對可以賠過 我會買少許WIN的這隻馬 我其實很喜歡這隻馬的 好了 還有千萬不要忘記補一補 還有一隻 順勢贏 又是那句 潘頓熱門買瀋雜誠 要個trend而已 如果你的駐馬夠的 補一點吧 因為如果開寬一福星 或者順勢贏 這條三寶就很好分了 好了 最後一場 第九場 三寶的第三關 我覺得這場馬就簡單一點的情況 我覺得這場馬是三隻馬控制大局 第一就是 頭三隻 好眼光 韋小寶 還有澳遊線士 因為這三隻馬都是100分以上的 其他的馬匹都是93分以下 我其實基本上覺得實力有差距 大家可以試一試 目前的大熱門就是潘頓的澳遊戰士 6.1倍 也不用多說了 因為潘頓和姚本忽的合作 大家都明白了 明天有兩隻馬 第一隻就是四場的有紅利 現在是大熱門來的 第二隻就是九場的三號馬 澳遊戰士 上一次你看見澳遊戰士 怎麼打不過平常心 以為沒什麼了道 但是記住 潘頓 澳遊戰士 咩非就去瀋雜城的平常心 同一個道理 這次潘頓會保重呢 大家拭目以待 還有潘頓和姚本忽的配搭 現在都是信心的保證 我想我第一隻要了澳遊戰士 其他韋小寶和好眼光 都是一隻非常好的馬 我覺得 更不得了的就是 這兩隻馬現在都有11倍 當然明天這場馬 尤其是尾場 大家明天可以留意賠率變化 因為現在 有飛的馬是集中在低分那幾隻馬 第九場我就要三隻馬 好眼光 韋小寶和澳遊戰士 好了 騎士王 也不再多說了 莫來拉復出之前 買回潘頓 最近這個採詞都非常佛味 這次都是在潘頓 無謂拼些什麼 如果拼一拼就看巴道的馬 明天巴道也有些馬在手 要記住 巴道和潘頓兩兄弟 最近合作非常愉快 大家可以留意了 好了 我重覆我三寶的提供 三寶的提供 我頭關第七場我要第一號馬聲耀王者 二號的進馬風彩 和五號的川甲英 第二關我要二號的超好日子 三號的美麗同享 和六號的大冷門歡欣福星 可以記住 不可以留一隻純勢贏 好了 尾關我覺得是三隻馬控制大局 就是頭三隻馬 分別是好眼光 韋小寶和澳遊戰士 特別是澳遊戰士 潘頓騎搖本分的馬 會不會這次保重呢 臨場有飛 千萬不要放過 再提一提大家 明天就有兩隻馬 就是潘頓和姚本輝 這個鋼鐵組合的 即是黃金組合 最近 就是有紅利 四場的有紅利 和九場的澳遊戰士 大家去看看 看看會不會延續 這個黃金組合的 威力 如果是都幾 一時佳話 我上次也提過 我其實挺喜歡買姚本輝的馬 尤其是最近 他都 自己挺正氣的 蓮馬斯 抵他六十歲 樣子都不年輕 沒得撐 我最記得 我們賭了馬那麼多年 最記得當年就是 姚本輝 梁定華 姚本輝 梁定華 他們都一起出道的 你看現在梁定華 都沒有做蓮馬斯 第一 第二 樣子都老得很厲害 姚本輝 你說他四十多歲 都有人相信 我反覆強調 一個很可愛的蓮馬斯 明天有兩隻馬 用潘頓 其實除了 兩隻馬用潘頓的時候 其他馬都挺有機會 大家可以看看 姚本輝馬房 另外要留意的馬房 我覺得 明天 羅富全都 都出馬多的 我會留意 呂建威馬房 和姚本輝馬房 希望明天這兩個馬房 都會 一起交出好成績 好 馬匹馬 先講了那麼多 希望大家贏多一點 另外 上次我介紹兩場足球 分別是 巴塞龍拿的大 和巴黎聖日二門的大 都順利命中了 有兩點多倍 我都挺開心 星期三 都有些深水提供 但是我星期三 少住移情而已 都是留一些深水來 買星期六日的球 因為其實 trend都 挺容易的 大家不用去 寫意取難 有幾對球都是入球的保證 例如巴塞 最近都生了 跟著另外就是 多蒙特 你剛剛那場贏6比0 沒有萊斯 那就是 得了 這個情況 跟著還有就是 巴雅莫尼哈 還有 巴塞 還有巴雅聖日二門 多謝我的舊拍檔 楊希先生 提提一下我 其實 買大 穿兩關到三關 那個駐馬大一點 好過你搏其他球 我會留一些駐馬星期六日 星期三有些提供的 星期三有兩場球是提供的 第一場球是24場 英格蘭 冠軍聯賽哈爾斯菲爾德對卡迪夫成 最近哈爾斯菲爾德的氣勢好成 十幾場沒輸過 那一場就搶到第四位 差不多搶僵 卡迪夫成就一層百踩 去榜尾 我覺得哈爾斯菲爾德 來到這一刻 都想升級的 來到主場對卡迪夫成 應該不留守 目前主邊的倍率是2.08倍 是兩倍那麼多 負一還有四倍 我會買一點 但是如果 小心一點的就買去贏 現在有兩倍 其實非常值得買 我第一個推薦就是 星期三24場 哈爾斯菲爾德的主 win 兩倍 那第二關就要回 星期三的29場 歐洲聯賽本冠軍 分賭賽 馬體會對曼聯 馬體會是很弱勢的 也沒有去年那麼厲害 現在西甲好像排在第六第七位 曼聯的狀態都很不錯 兩隊狀態不是很好的球 走在一起踢歐洲聯賽本冠軍的首回合 我想大家都會踢得很小心 所以現在開了2.5球勢是1.65倍 那麼 我會要這個 穿上去之前哈爾斯菲爾德贏兩倍 那麼有這個3.2倍 3.3倍 我想會買一點點二穿一 先玩一下 但是少著移情而已 這個就是我星期三兩場球的介紹 就是哈爾斯菲爾德贏兩點零八倍 還有馬體會對曼聯 小 2.5球小的1.65倍 好 先介紹著這麼多 那麼 大家 現在都在家裡防疫 成績都在家裡 希望大家 最重要是保持身心健康 那麼 逆境很快會過去 一定會有好的日子 再度過男的 有時間 就玩一下馬 是不是 希望 玩一下波 這個世界很多娛樂 看一下電視 不是一定要外出的 那麼希望大家多一點在家裡 因為外面 我想問題就是 如果真的 就是 聽政府的話 就是多一點留在家裡 不要出去 染到這個病 因為這個病的傳染力實就太強 那麼希望大家的身心都健康 在家裡 贏多一點錢 那麼我也都努力 跟我的拍檔神秘人 和我的Eric 另外一個拍檔 希望可以刨到更加好的 提供給大家 讓大家贏一頓 正如一件事 賭馬賭博都是 我常公子一直都奉行這個政策 記得少住移情 多謝大家收看 希望大家贏多一點 我們下次 公子波馬時間再見 拜拜 多謝大家收看今天的節目 記得 like share 和comment 還有記住 如果你還沒訂閱 我們的亞洲電視頻道 記得訂閱我們的 亞洲電視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